可乐和曼陀斯相遇,他们的威力有多大呢? 只见老外在玩具车上装上一瓶可乐,然后塞入一颗曼陀斯 下一秒,玩具车在可乐的冲击下飞奔而出 而另一边的小伙做着同样的测试 在玻璃框中放入可乐和曼陀斯 等小伙将中间的挡板拿掉时 两者相遇产生大量的白色泡沫 可谓是十分的震撼 随后,老外又拿来一把铲子 找了块地就开始挖坑 咱也不知道他要干嘛,但肯定没啥好事 等挖好一个大坑时 拿来一个桶子,放进坑洞中 将冻鱼的泥巴清理掉后 拿出五瓶碳酸饮料,全部倒入桶中 接着又拿出一盆曼陀斯和一条小鱼 将鱼放进桶中,随即倒入曼陀斯 只见大量的白色气泡,瞬间往外涌出 而小鱼还是文字不动的倒立着 这场面实属太震撼了 几分钟后,石桶周围全是鱼身上的鳞片 看到这儿,俺又学到了一个小技巧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最后咱们玩个小游戏吧 请问,上面有毛,下面有毛 晚上来个毛对毛,是人体上的什么 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哦 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再会,拜拜